全家的新品 全都是聯名 那我們就從這裡開始講吧 這是跟金拉麵聯名的 日式蔥顏雞肉冷麵 那這個很明顯 就是跟馬力歐聯名的雙色Q膜球 那這兩個呢 是浪漫台三線聯名的 那這是客家擂茶麻糬 那這個就很明顯 上面有寫客家小炒長寶 有一點特別啦 我覺得這尤其是這一個 我覺得非常的特別 那這個要加熱我先拿去加熱一下 ok 那我加熱好啦 既然是加熱的食品 我就決定先來吃一下好了 像這個樣子 哎呦好燙 啊好燙好燙好燙 裡面就是 真的是客家小炒 呵呵好有趣喔 有種特別的感覺 就是 客家小炒大部分就是在熱炒的時候 去點的食物的一種 餐點啦 然後放在麵包裡面 感覺是超的丟 平常都只有吃配米飯 然後配麵包感真的是 難以言喻 它麵包是沒有什麼味道的那一種 但是沒有特別在做調味了 主要應該還是因為客家小炒的味道真的很重 不對應該說客家小炒這一道料理 本來味道就該很重 不重也不好吃 然後不會辣 鹹度我覺得 配上這個沒有味道的麵包 是剛好的 肉的部分 算是 還蠻好吃的 蔥也不錯 很棒 太燙了 再來我們先吃 吃個冷麵好了 我舌頭讓你燙到的感覺 這個麵 看起來還不錯 不過就是肉就這麼一丟丟而已 甜麵 甜麵的東西就是 比材料還要可怕 有時候真的超好吃 有時候就 不好說 然後自己自製的反而都比較穩定一點 但是就會比較沒有新鮮感 我是這麼覺得 不過這一次好像有出另外一個 自己自製的番茄冷麵 不過我家附近 不要講七折了 我連看都沒有看到 我都快回 我以為他到底有沒有粗了 好 先吃啦 先吃啦 這個麵體感覺就是QQ的那一種 就是 蔥油麵線的感覺 蔥油拉麵的感覺 他畢竟是 起肌肉 蔥鹽是不是 不對我念倒過來 蔥鹽雞肉 好啦有蔥有鹽啊 然後有油嗎 我剛自己倒進去 麵本身還不錯 就是已經冰到是 極吸品了 還是蠻Q的 吃吃看肉 一點點辣 你可以看出來 畢竟是紅紅的 一點點辣 不過也不怎麼鹹 我覺得整體來說都不行 不過很清爽到真的 真的 好了 那 先來瑪莉歐一下好了 登登 雙色Q抹球 我的天啊 味道超重 那它到底是什麼 我的錯 我居然沒有先查一下它是什麼口味 跟什麼口味 真的好香喔 抹茶跟覆盆煤 對我聞到覆盆煤的味道 抹茶反而沒有什麼味道 我們就都吃一個 喔好Q的感覺 超Q彈的 結果裡面長得對樣子 空心 空心 那跟他們技術好嗎 我還太甜啦 所以還不錯 那可不可以真的都是空心的吧 等一下 這跟媽媽姐還 跑錯欸是不是 空心的 好不好他們這個就是 光 不是我運氣不管我怎麼樣 它就是空心的東西 裡面就是 空心 然後麻雞 這樣 還不錯了 都不甜 不過只有一點香氣的味道 我完全沒有 口味上完全沒有那些的感覺 就是它是有一個覆盆 沒有一個抹茶 都沒有感覺 好啦 再來換吃吃看這個 麻雞 如果大家有吃過客家麻雞 就會知道客家麻雞 超好吃 就是會很Q 然後 而且這客家的手工 那種沒有辦法放幾天的那一種 超級好吃 我為什麼會這麼 這麼這麼愛呢 只是因為 我們家有長輩是客家的 然後都是要等到那種 過年過節的時候 他們就會做手工的 他們就會做手工的 其實平常你們也可以買啦 只是我發現外面的就沒有他們做的好吃 好吃 對 也有可能我是習慣那個口味 所以就變成這副模樣 肥茲茲的我 唉唷 美茶粉 小叉叉 不錯 我喜歡這個小叉叉 我喜歡這個小叉叉 還不錯 滾起來 然後把這個粉給他灑上去 這個應該不會介意吧 算了 你們要介意也沒有用的 唉唷 我剛剛應該先 撥起來之後 然後灑粉 然後再中間灑粉 我的錯 完了 直接黏住了 錶電啊 錶住了 錶住了 都黏住了 真是太狼狽了吧 喔喔喔 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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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還有 好 非常好吃 我只能說真的非常好吃 它真的就是那種糯米的黏 我剛剛在看成分表 我真的想確定一下 我應該沒吃錯 欸果然 它真的沒有給我亂加的東西 就是那種糯米的黏 然後就是很黏 但是不會黏牙齒 大家如果有吃過真正的 就會知道我在說什麼 啊 為什麼要灑出去 它的抹茶粉就 一般的抹茶粉 就是 有一丁面 帶一點苦味 就是 對本來就是抹茶 就是要帶一點苦味 所以還蠻好吃的 然後我一直噴出去 我覺得應該是 不方便吃 可是很好吃 對 能這麼說 先放著吧 好 好 那我們先總結一下 總之呢 這個 我們照順去吧 客家小炒 長寶 麵包沒有味道 客家小炒味道很好 就是跟平常去熱炒店吃的簡直一模一樣 我覺得 然後不算太鹹 味道是 剛好的 剛好的 不過55塊的話 我就會覺得那裡貴貴的 就是 有一點也是偏小貴 但是還不錯 蠻有客家特色的 那再來呢 這個 我們親愛的 日式 蔥鹽雞肉冷麵 對 味道呢 也是偏 清淡一點 然後只有雞肉的地方會辣 那也 既然說清淡的就不鹹嘛 那麵體本身Q彈 很好吃我覺得 它如果是剛 上架之後我就去買 它說不定會更Q一點 總之它現在畢竟是極其瓶的 我覺得以極其瓶的概念來說 它的Q彈度非常的好 再來呢 就是我們親愛的瑪莉歐啦 這個 雙色Q抹球 欸 中間是空心的 但是它 這一個是副盆美口味 這一個是抹茶的味 味道上還可以 至少不會太甜 但是其實 就只有一點香氣的感覺 然後 在吃的時候 舌頭是沒有感受到那個味道的 我啦 我是這麽覺得 And then 這個是非常讓我驚豔到的 我以為 不會太好吃 對不起 就是真的有吃過太多難吃的麻糬了 但是這一個真的很好吃 非常的好吃 我知道麥彈生鮮這一次的這個概念 我覺得還蠻好的 對 這一個是客家蕾茶麻糬 我每次都忘記它的名字 真的不好意思 OK啦 那我會繼續把它們給吃完 就是後面就會是我吃東西的影像 那如果大家有感興趣就可以去看看 那如果不感興趣就不要看啦 那就影片正片就留到這啦 那就以消息的前面不想上班 謝謝今天的觀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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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